掃瞄器在吃紙,是由這個方向把紙進入 那麼,所以這個地方呢 這個玻璃這個面 也就是不是成為容易一個接觸面 這個面就容易磨損 那電話中跟你講呢 那些掃瞄原件指的是這裡 每一顆每一顆每一顆細小並排著 那麼當你的機器如果是這麼寬 特色寬度有九十幾公分的話 你要換一整排或者一整排的一顆 壞了就出問題了 那麼整排要壞是不太可能的 甚至於是整台機器要報廢 那玻璃也是,這小片 大概二十幾公分 一般損壞我都跟你講 一、二、三、四 拆掉這個轉一把 一般受損的是這一面 這一面沒有用 或者把它跟兩側不常用的可以拿來用 因為散麻器在使用的時候 中間最常使用到 有時候是可以靠一邊 那也是一個辦法 散麻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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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麻煩